六平原的英文教室特殊文法篇第30集 难懂的连接词 这边我们就不再重复 反正你只要知道连接词分为对等连接 对等连接词接主句的 从属连接词句的 这是重点 我们这一集看Considering Either or even there for 这四个 Considering这个连接词呢 它重属连接词 只能接纸句 但是它也可以当接细词 所以这个容易搞混 它意思是 Taking into account and view of 就是考虑到什么东西 Considering she's only been learning for a year She speaks friendship very well 考虑到呢 她只学了一年 这是后面有一些法文 只学法文一年 而她的法文已经说得很好 所以她的主句跟主要动词在这边 在后面 所以主句有时候 一个长的句子 这个主句啊 包括它里面的动词 可以放最前面 可以放最后面 可以放中间 可以放任何地方 不一定 所以有时候长的句子 它如果放在中间以后 我们就常常容易被搞混 前面看了半天 你以为主要意思 它是补充说明 所以这个长句子 它写在前面比较人道 如果那个作者故意写到后面 那搞死你 因为文法观念不强的话 以为是前面主要意思 不是 它是补充的意思 真的意思跑到后面去了 它主要动词是speak 那这个has only been learning 主要动词是learning 虽然不管它是ED或NG 因为它主要有意思嘛 其他就是主动词啊 主动词有两个兵 比如she has 这个是has的缩写 也是主动词啊 所以这都是主动词 这个learning是指句的次要动词 主句动词在speaks either or 就是you are to introduce two or more possibilities 就是有两种以上可能性 我们看看意思 这是对等 因为它前面有个or 所以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片语的连接词 大部分是重属 但是另外的情况就是 它如果这个片语的连接词 到后面有接 有接这个对等连接词的and or but 这些 当然but很少了 就是and or这些呢 它就是自动的升级变成对等连接词 either you can't say yes or we'll go to see you 这个你看两个也是 to后面就不算动词 两个主要动词是come and go 那这个l是主动词 I want to visit either Scotland or Ireland 我要吗 就要去看一下 去观光一下 去拜访一下 这个苏格兰或者去爱尔兰去观光一下 去玩一下 所以这两个visit 所以对等连接词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对等连接词 它除了接两个主句的话 它也可以接单字 不一定有句子 不一定有动词 但是 中属连接词 它就一定是接直句 一定要直句动词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就这种情况 我要么去苏格兰观光 要么就是爱尔兰 但我们要留一点地理观念 这个整个不列颠 整个英国 苏格兰在北方 爱尔兰是旁边一个大岛 但是北边 北爱尔兰属于英国 其他六分之五的地方 就是爱尔兰共和国 是这样子 隔一个海 所以它可以接两个单字 没有句子也可以 所以对等连接词包山包海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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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赚了很多钱 但它不满意 不满足 所以 它这个重塑 真正的动词是 satisfied 这个ears 自动降格 本来ears 逼动词也是动词 但是它碰到后面 有动词的时候 不管那个动词进行试 或过去分词 因为主要的意思是 satisfied 这边ears 没意思嘛 所以它就变自动降格为主动词 虽然 eart eart 它是子句的动词 the has times也是主动词 she plans to study college even though she is 40 years old 又是一样 反正这是 重塑原因就是 后面接着子句的动词 yes 这个次要的动词 plans 就是这个 主要的 主句的动词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一个句子里面 要表达两个意思 所以第二个就变成用to to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study 本来是主要的意思 比plan的意思还多 是有点这个味道 可是呢 文法上里面 反正to 后面接的 它就不算动词 避开掉一个句子 两个动词的限制 说不定用连接词来连接 for就对的 and the reason that 我们看 help her she is in pain for不是为了 它也可以当阶析词 阶析词常常是为了 可是如果当初 连接词的时候就是 因为 因为 and the reason that 所以说for 到底有人说 for 不是常常说为了吗 没有错 那是阶析词是为了 可是你说 这个for在这边好像就不是为了 因为它就不是阶析词 它就是连接词 是吧 就是 帮助它 因为它 现在很痛苦 所以是对的 help也是主动词 is 也是主动词 it must be late but I have been here for a long time 因为我在这边很久了 所以我已经很累了 be 也是主动词 主去 前面是must 是主动词 那后面呢 have been 这个 变 变 就变成主词 如果变后面又有别的动词 那后面是动词 才是真动词 如果没有的话就变 这边have是主动词 就这个 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12个YouTube频道 麻烦你全部都按个订阅 所以这个 所以这几个 这几个里面呢 这几个字里面呢 Considering 用的少一点 用的少一点 但你稍微了解一下 either or 就比较常用 但是它比较特殊 它是对的连接式 它是接两个主句的 比较特殊 因为它有一个or even though 这个也常用 它是从属的 只能接子句 for 它是对等的 对等的 像and but for or so 这些东西 所以 对等的连接词 大概就是 大概十个左右 十个左右 连接词 那个从属 从属就多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再把那个 句子念一下 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 再复习一下 就是 如果有些人 你还搞不清楚的话 重属连接词 可以接 两个主句 单字 跟片语 重属 那是对等的 重属连接词 只能接子句 所以一个句子的文法架构 它当是主句 一个主句 一个动词 可它为了要把意思 讲得更完整 所以它必须要用 连接词或 关系代名词 把句子拉长 再把复杂的观念 写出来 所以用纸句 但纸句在实际上的意义 跟文法上的意义 就是它都是补充 补充性的 本来是可以没有的 可是它为了补充说明 所以英文的长句 要句子变长 插入很多东西 比如说 用这个 重属连接词 插进子句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常见方法 就是用关系代名词 像wish what dash 它也是一样 接子句 这也是一个方法 第三个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可以用很多 标点符号插入法 用dash 用这个 用这个 破折号 用分号 用冒号 也可以拉长 那最后 第三种 就是可以用各种的 片语 用介习词 片语 用名字片语 形容词 副字片语 这些方面 就可以把句子变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 讲这些意思倒不大 你说搞清楚 重属 对等这些意思 不是主要的目的 主要目的就是说 可以帮助我们看懂 长的句子 以及帮我们以后 可以写出比较长的句子 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我们再把这些句子念一下 就再熟悉一下 considering she's only been learning for the year she speaks french very well either you come to see us or we go to see you 所以一般两个动词碰在一起 就后面 后面那个单字前面加个to 就避开一下 I want to visit either Scotland or Ireland 对等也可以接两个主句 也可以接两个单字 或者两个字算都可以 这个either 英国人是念either either even though he has learned a lot of money he is still unsatisfied she planned to study in college even though she is 40 years old help her for she is in pain it must be late for I have been here a long time 当然进一步讲了 对等连接词呢 有些都可以接主句 但有些可以接单字 有些就不太能接 大概这种情况 这集也讲到这里